子瑜 其实我 你让我说完 我 对不起 他必须跟我走 自己闻开 等一下啦 你到底在干嘛 什么叫做我必须跟你走 你有经过我的同意吗 你不是说 二四小时跟我猜前吗 对 这句话是我说的 但猜前有必要拉着我一直跑吗 你明明知道我在讲话 你这样子会不会太不讲理 就算是打扫阿姨 也有自己的人生自由吧 你到底有什么资格这样对我啊 静雯凯 你不要太过分 我只能不能 把你扔到我 你会说我去着你 我的家人 子归 你自己的家人 我会不会太过分 那边就会把你生气 我会不会太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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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解释 你不是问我 到底是要报复你 照顾你 保护你 我现在回答 以上解释 你要我失败 等一下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 冷静一下 好 好 那 我想 我也冷静一下 好 好 好 没事 没事 什么没事 我看 就跟你说吧 你先擦药 来 走 干嘛 没有啦 只是觉得 很不习惯 不习惯 我对你这么温柔啊 没想到你有M体质 那以后我对你坏一点好了 你这样做完说什么啊 我只是觉得很不适应而已 所以呢 我们要定一个难有须知 第一条呢 就是上班时间非必要 不可以传私人讯息 哎 哪有这样的啊 是你自己说要公私分明哎 你千万不要公私不分 上班时间不要传言给我 我有请你带我的手机过来吗 不要把私人的事情 带到工作上来 公私不分 这跟公私分明没有什么关系吧 反正我们就少传一点讯息 比较不容易被同事发现啊 又不是在做贼 第二条 如果要约碰面 就要回家之后再约 这不行 这条不能同意 我怎么可以让你一个人回家 我会担心 那 那我们可以就先约在个地方碰面 在一起回家 这样你就好了吗 我知道你很想低调 可是你在跟我在一起之前 不是也很大方的坐我的车吗 你现在搞得这样紧张兮兮的 反而有点此地无垠三百辆 小心被我抢身住 反正我们就小心一点吧 好啦 不过万一 万一我们下班时间不一样 或临时有事情怎么办 那很简单啊 我们可以一起想一个暗号 暗号 譬如说 要不要一起喝咖啡 要不要一起喝咖啡 以后如果我们要问对方说 要不要一起喝咖啡 意思就是 要不要下班后一起回家 如果可以的话就说OK 如果不用的话就说不行 这样不认识你碰到我问我 或者是传讯息问我 就都不会被同事发现 是不是很简单 这也太麻烦了吧 让我绕去的 你没有听过吗 太早曝光的恋情容易见光复的 拜托啦 好啦 谁叫我这么喜欢你 好 就这么决定了 应该是披萨来了 哎 切大熟的 坐好 我去拿 好饿哦 你要吃哪一果味啊 你要吃哪一果味啊 没想到我们 默契这么好 我总是不争气 忘记了曾约定 要好好把你收集 我太懦弱 太空虚 太答应 我才会情不自禁的 相应应痛 就是你 不是告诫自己 不能够太沉迷 忽略眼前的风景 你太聪明 你太聪明 太神秘 太美丽 找我怎么对你 很恰心 错过 每一个空隙 一个想到你 你太ocaus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